111頁 上一次講到這個 頁 那麼這個頁呢有 定售的 就是你造了這樣的頁 就是決定去售果報 那麼也有不定售 那麼定售的頁呢 又分 限售的就是這一次 就會售果報 那麼呢一個第二個是順 順身售 就是第二次 你這一次造的業 決定在第二次德國報 那還有一個就是順後售 就是你這一次造的業 來世呢 不會售 但是第三生以後呢 他決定會售 那麼這個決定售的業呢 上次講到這個就是你 顧失 故意的 經過你的思慮之後 然後呢你採取行動去造作 那麼造作之後呢你又增長 那麼這個就是 決定售的 也可以說是種業 那麼 不定售的業呢就是顧失 之後造作的這個親了業 那麼這樣的業呢他就 不一定會售果報 就是 他 總只是訓息的 但是呢不一定售 有可能就是你之後呢 再做造作第二次第三次以後 那麼他的業力增強了 他才會去德國報 那麼這個不定售業呢 照P群雞講的就是 顧失所造的親業 那他里是這裡是引這個90券的地方 那90券的這個地方呢 他有講到 有三個因緣 三個理由讓你的造作的這個業 他的業力呢會變成重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 有益藥 第一個因緣 因緣就是 有這個益藥的關係 就是你用很猛力的 的思維去造作這個業 比如說你今天造這個惡業 你造惡業的時候呢是用 很猛力的貪稱痴 去造作這個業 那你一旦造作了之後呢這個業就成為重業 那麼重業呢 當然他是決定德國報的 那相反的 你用 你用的是 善的心 也是很猛力的 有這個尊重心 去造作這個善業 你發了歡喜 去造作這個善業的話 那也是一樣 也是成為重業 那這是一個情況 第二個呢就是 你看見 和你造作同樣的事情的 這些人 你看見了歡喜 那麼呢 這樣也會讓你的業沉重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就是你 還經常的去巡視這個事情 你造作了之後呢 你一直不斷的 在你的內心去思維這個事情 就是巡視或者視察 一直這樣子去在你的內心去 去思維這個這件事 那麼呢 也會令這個業 成為重業 這個是第一個情況就是有這個疫藥的關係 讓我們的業力也沉重 那第二個呢是家型 就是你 不間斷的 那麼你很 殷勤的 一直去造作這個事情 或者長時期 造作這個同樣的事情 那麼也會令你的業力呢 成為重業 或者呢 同樣一件事情你不但自己造作了 你還 勸導他人 勸別人去 去造作的話 那麼呢也是一樣 或者呢 別人造作了 那麼你又撐陽 讚嘆他 讚嘆他 你 做得對 做得好 這件事呢也會讓你的業沉重 這個是第二個情形 那第三個是田 就是你的對象 這個對象呢有兩種 第一種呢就是 對於 自己有恩德的人 這個人呢對你有恩德 那麼你 造作了 損害他的事情 或者利益他的事情 那麼呢 這樣的業呢 都是屬於重業的 比如說你 誹謗他 你 打罵他 你可能打 打罵一般的人 業力沒有這樣重 但是你這個人對你有恩德 你去毀損他的話 那麼呢 這個業就成重業 那相反的 你去饒益他 你去 你去供養他 對他有幫助 跟你 平常的人 相比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對你有恩的人呢 你去利益他的話 也是會 令你成重業 那麼這是 第一種人 那第二種人就是 聖人 出國聖人 乃至世國 阿羅漢 就是上次講到的 能夠入於這個種種的這個 禪定的 這些聖人 或者菩薩或者 世尊 這樣的對象呢 你 你饒益了他 你 供養他 或者呢你去毀損他 這樣的業呢也是 會讓你成為重業 這樣子 那他這裡說親業的話呢就是跟這三個情況相反 你 你的 醫藥不是那麼的強 造作這個業的意藥不是那麼強 那麼你也沒有 沒有這個加行 你可能只造作一次你就沒做了 不是那麼殷勤 那第三個呢就是 對象也不是這麼殊勝 也不是 對你有恩的人也不是那些聖人 那麼你造作這樣的業呢 就是屬於親業 那麼親業呢就是不定受 它是 種子是有但是呢 不一定會受果報 就等你 加強了這個業之後呢 他才會去德國報 那麼還有一個情形 在 在第九卷有講到 講到這個業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 現 現身德國報的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講過呢就是你供養了 這個聖人的話呢 你 現身的能夠德國報 那還有一個情形呢 就是這個父母 父母親呢 父母親他 沒有正信 那麼你引導他 到佛法裡面來 讓他 有 得到這個正信 那麼這樣的事情呢 能夠讓你 這一次呢 就能夠德國報 這是一個情況 再來呢 父母親 他 沒有辭戒 他毀犯了 種種的這個戒律 他本身是不信嘛 不信當然他 會有這個種種違反 這個佛法戒律的事情 那麼你引導他來到佛法裡面之後呢 他也能夠 受持這個親近的戒 然後呢 守持不犯 這件事呢 你也能夠德國報 這一次呢就能夠得這個 善的國報 那麼再來呢 父母親一樣 他是屬於 這個簽訂的 都不布施的 你要他 捨 捨這個 錢財呢 去布施給別人他是做不到 那麼你如果能夠引導他 能夠 去除這個 簽訂的心 然後呢能夠有這個舍心生起來 來的話呢 能夠行布施 那麼你呢 這一世呢也能夠德國報 再來呢就是父母親一樣 他 有種種的邪知邪見 就是惡惠 不是佛法的智慧 是屬於惡的智慧 那麼就是邪見 那麼他有這樣的邪見呢 你一樣引導他來到佛法裡面 有能夠建立這個正知見的話 那麼 這個事情呢也能夠讓你 現身就德國報 那麼這樣講呢就是因為父母親呢當然是對 我們的恩德也是很大的 你能夠引導他到佛法裡面呢 這個事情呢 你造作的這個事情 就是讓你這一世呢就是決定能夠得到 善德國報 這個就是 現身德國的 這個差別 那麼看下面 這一段呢是講這個種子 那麼種子裡面呢有種種的 決定受的 還是不決定受的 這個種種的種子 那麼下面就要總結了 事故依依字體中 皆有一切字體種子 那麼 這句話呢就是你不管你在三界 六道的任何一個地方 不管你到哪個地方去德國報 這個字體呢就是你 德國報了 你的字體就出現了 那麼呢皆有一切字體種子 你在這個地方你在玉界的話呢你有舍界跟無舍界的種子 那麼相反你在哪個地方都是 都有其他 處所的種子 在你的阿賴耶識裡面 那麼看P群記 一一字體中皆有一切字體種子者 此極 總結前文 就是總結前面這一段 這段文 水所深處一切字體之中 魚體種子 皆西水主 極由事故 五去流轉 不管你到哪個地方去 三界 六道 哪個地方去 那麼呢其他的 我們現在在人 人道裡面 但是呢 我們阿賴耶識 裡面有地獄的種子 所以呢 你還會去地獄 有可能會去地獄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種子在 那麼因為你有種種的 六道的種子 所以呢你就會 在這六道裡面 或者五去 就是 把阿羅和 阿修羅別到 天去裡面就是五去 就是這樣的話你 你能夠在這五去裡面流轉 就是你有這些種子的關係 比諸種子或定壽果 或不定壽 或順生壽或順後壽 如是總名一切字體種子 就是這些種子呢 有分成兩類 一個呢是定壽的果 就是你決定會壽果報的 那麼一個呢是不定壽的 那麼定壽裡面呢 還有順生壽跟順後壽 不定壽的話應該也是有 也是有這個差別 就是還不決定這樣子 那麼這麼多的種子呢 就是一切的字體種子 就是指的就是這些種子 若於一處有染遇 即說一切處有染遇 若於一處得離遇 即說於一切處得離遇 那麼這樣來講呢 就是 你 在這個地方呢 你在人的地方呢 如果有染遇的話 這裏的染遇呢 指的就是我愛 就是愛著這個我 愛著這個我 叫做染遇 那你在人 人的時候呢 你有這個我愛的話呢 那麼你在其他地方 還是會有我愛的 你即使到了 舍戒天 無舍戒天 你這個我愛呢 還是在的 那麼你在 舍戒天有我愛的話 即使你到玉界來 我愛還是有 就是你在一個地方有 在其他處都還是有的 那麼若於一處得離遇的話呢 假如你在人裡面的時候 在人取的時候 你把這個我愛 給破除了 把它給斷滅了 那麼呢 即說於一切處得離遇 那麼你一旦這個我愛你破除了之後 你到了無舍戒天 或者到舍戒天 你的我愛呢 也不會出現了 因為他們都是共通的 你在什麼地方有 大家都是有 那麼一旦你沒有的時候呢 相同的 你到其他地方 也都不會有了 這個指的就是我愛 那麼看批群記 若於一處有染遇 至於一切處 皆 得離遇者 為 遇界中有三十六處 深差別 這個遇界呢 有三十六個處所的差別 那麼三十六個處所呢就是 八大納洛家 就是八大地獄 那麼這八個 大地獄呢 就是蒙火的地獄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 八 含納洛家 含冰地獄 也是有八個 就是八個蒙火 那八個含冰地獄 這樣加起來就十六個 那麼再來呢就是 惡鬼 這是一個 那麼 飛天 飛天的話呢就是阿修羅 又是一個 那麼加起來就十八個了 那麼四大部州 就是我們常講的這個四大部州 還有 八個 中州 就是每一個 大州呢 他都有兩個附屬的 這個中州 還有就是六 玉天 那麼這樣加起來就是三十六個處所 那麼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這個第四卷的地方 兩百六十七頁 他那裏 那裏有講 這個裏面不用抄你翻到那個地方就知道了 兩百六十七頁 玉界的處所呢有這麼多 三十六個 那麼舍戒呢 舍戒中有十八處 身差別 舍戒天呢就是有十八個處所 舍戒出產到四產 四個產呢各有三個天 那麼加起來呢就是十二個天 那麼十二個天 以上呢 還有一個五進居天 就是五不還天 這個是聖人的 居住的處所 那麼就十七個了 那再上去呢有一個大智在天 十地菩薩 的處所 住在那個地方 那麼就是 十八個處所了 這樣子 五舍戒中有四處深差別 那麼五舍戒天呢就是空無邊處天 四無邊處天 無所有處跟非想 非非想處 四個地方 四民有情 誰所勝處 就是你不管 就是 有情你到什麼地方去 就是不會超出這個範圍 就是這欲戒 舍戒跟無舍戒 這些處所 於一一處所 生字體 而起我愛 四民染玉 就是你在哪一個處所呢 你對於所生出來的字體 起了這個愛 那麼這個愛呢就是我愛 那麼這個我愛呢就是染玉的意思 不管你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你對於你所生出來的這個果報呢 起了執著的心 那麼呢就是染玉 當之我愛 於一切處 皆無差別 那麼這個我愛呢 就是你不管到 三界的哪一個處所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都是有我愛 也沒有說誰比較多誰比較少 都是無差別的 若於一處有 及一切處有 你現在在人的時候你又我愛 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你都會有我愛的 若於一處得禮遇 及一切處得禮遇 那麼相反 你現在呢能夠 消滅了這個我愛 那麼你的我愛破除了之後呢 你不管到什麼地方去 你的我愛呢也就不會出現了 諸外道類 皆只有我 雖離下地獄得身上地 乃至上身 非想非非想處 而非真實究竟 解脫 這個 諸外道類呢 就是很多的外道 96種外道 皆只有我 那麼這些外道呢 都是 只找有一個我的 有這個我值 那麼 雖離下地獄得身上地 這個外道呢 外道的話呢 他也是會修禪定 那麼他一旦修禪定之後呢 得到出禪 或者是禪 乃至無捨界的四空定 他死了之後呢 他也能夠去到 升到那個地方去 他這邊有講 雖離下地獄 得身上地 就是他破除了這個 欲界的 這個貪愛 也不能說破除 是暫 暫時的 把他降伏而已 讓他不現行 種子還是有 就是暫時把這個現行的貪 這個貪欲 把他降伏了 讓他不現行 那麼就得到禪定 那麼死了之後呢 就得身上地 你得到出禪的話呢 死的話 就生到出禪天 乃至 得到非非想出禪的話 死的時候 你就生到非非想出天 但是呢 這個還不是 究竟的 因為你 你到天的壽命的話 一旦結束了 他還會 回來這個 欲界 又重新得到 欲界的果報 那麼欲界的果報 出現之後呢 你的欲又來了 這個五欲又來了 所以呢 不究竟就是這樣子 這裡講 而非真實究竟解脫 外道類呢 就是他即使 暫時的禪欲 但是呢不究竟 因為有一天呢 這個欲還是會來 繁壽下地 諸 益手果 還是回來欲界裏面 去受果報 得到一個義手 你的義手的果報又出現 以筆未離我愛 遇故 為什麼他還會這樣子呢 他明明已經 把這個欲界的貪 給調補了 那為什麼還會出現呢 就是因為沒有 離我愛的 的關係 這個欲 五欲 一般來講這個貪欲呢 最主要的 就是我愛 那麼這個我愛是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 凡夫呢 有這個我質 那麼你有我質的話 直找這個五欲 這個假和和聲 為我 那麼你一旦有我質的話 你就愛著這個我 順於自己的 你就歡喜 那麼呢 不順於自己的 你就會 稱恨 那麼這個 歡喜跟稱恨呢 這個貪跟稱呢 就是因為 有這個我愛而來的 因為你要保護我 保護這個我 那麼呢 要對這個我呢 要 讓他去 很好這樣子 就是要 利益他 利益這個我 那麼 順於你的話呢 你就歡喜 就是貪了 你又種種的貪 那麼欲界的這個欲呢 就是貪 我們一般說五欲的 其實呢就是 建立在這個我愛上面的 你有我愛的話 這些種種的 五欲呢你就去追求 就是為了要 這個我 去享受 那麼這個根源呢 因為你有我質 我質之後呢 你又愛著這個我 那麼你會去追求種種的五欲 那麼今天外道呢 他 他的相反 他是 把 世間的五欲呢 他不歡喜 那麼他以為 這個世間的這個五欲呢 他 把他破除了 他不歡喜之後呢 他就 宴禮 然後破除 他以為這樣就是究竟的 那麼究竟之後呢 他就 升到了 舌界天 無捨接天 他就以為他得涅槃 這個是最究竟的 那他不曉得說 天的壽命一旦結束了 他呢又回到欲界來 那麼 回到欲界來之後呢 本來是沒有欲界的這個五欲了 已經降伏了 結果呢 他回到欲界的時候呢 這個欲又出現了 那麼欲怎麼出現呢 就是種子 由種子而又生出線形 就是 原因就是因為 他 暫時的降伏這個五欲的時候呢 只是降伏這個線形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去 動到這個 欲的種子 根本的種子還在 他沒辦法去把它對峙 他只能對峙這個線形而已 那麼種子沒辦法對峙的時候 一旦 因緣來了 種子呢又生線形了 所以他的欲呢又出現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道理 外道的智慧呢 他 可以 暫時的 調伏這個欲 但是呢 沒有辦法破欲的種子 就是這樣子 那麼聖則不而 這個佛法裡面的聖人呢 就不是這樣子的 依 無我理 而正 現觀 就是聖人呢 就是更殊勝的 依了這個無我的道理呢 而正得 現觀 這個現觀呢 就是現前觀察的意思 就是 舉個例 就是你現前你的眼睛 你說你看到某一個境界 就是你現前正看見的 那麼你也可以叫做現觀 就是現前觀察 但是這裡的現觀呢 就是意識就更深了 那麼 那麼現前觀察呢 就是 能知的 智慧呢 和 所知的境界 兩者呢 是相合 而且 沒有違背 那麼叫做現觀 我再說一次 就是能知的智慧 什麼 就是我們的智慧 那麼呢 你去 觀察這個 所觀察的這個境界 這是兩個 能觀察的 智慧跟所觀察的智慧 這是兩個 那麼這兩個呢 他是和和的 當下呢 是沒有違背的 那麼就叫做現觀 比如說這個一切的境界呢 是 無常的 佛法開示我們這個一切的 外在的境界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是空的 可是 我們的內心 看見這樣的境界的時候 不是這麼想 我們認為他是 是有的 是真實有的 是常的 那麼你的 你的內心的 想法呢 和這個境界呢 就違背了 因為境界呢 實在是無常的 那麼你認為他是常的 你們兩個就是違背了 即使是相 相和和但是呢 互相乖違的 那麼今天聖人他不是 他因為有無我的智慧 依照這個無我的智慧呢 去現前觀察 我們這個五運生 就是用無我的智慧呢 觀察 這個 都是 無我的 能觀的智慧呢 是無我 所觀的境界呢 也是無我的 那麼兩個呢 是相和的 不違背的 那麼呢 就是 這樣的話呢 就是現觀 而正現觀 凡覆的話就不能講現觀了 因為你是認為有我 那麼呢 你認為有我的這個呢 你的智呢 是有這個我之的 你就和這個 真實的境界呢 是不相符的 你就不能講是現觀 那麼這個現觀呢 現觀的界位呢 主要是指的 出國 聖人 到 事國聖人 都 可以講說是現觀位 他是屬於現觀的這個界位 只要贈得現觀的話呢 就是聖人 那麼今天聖人 他不是這樣子 他是依照這個 佛陀開示的這個 無我的道理 那麼就去現前觀察 我們這個無運生呢 裡面呢 都是 假和和的 裡面沒有我可得 那麼他贈得這張現觀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 我 給破除了 他就沒有 沒有這個我見了 那麼他沒有我見的時候呢 他當然他 沒有執照這個我的話呢 他就不會埋照這個我了 因為 愛早點已經不見了 就是 愛早的這個 這個點 已經不存在了 他就不愛了 若於一處 離我愛欲 急於一切處 離我愛欲 所以說呢 他今天你 你只要修行 依照這個 無我 來觀察 然後呢 破除這個 我見之後呢 你就離了我愛了 離欲了 那麼一旦你離欲的時候呢 你即使生到 舍戒天 無舍戒天 也是一樣 我愛呢 全部都遠離了 由事能正 真實解脫 就是依照這個無我的智慧呢 他就能夠破除這個 真正的 這個欲 這個我愛的欲 那麼你一旦破除了 就是真實的解脫了 你即使到 從舍戒天 又回到欲戒的話呢 你的 這個我愛 對這個欲 也沒有了 那麼相對的 你對外在的這個境界的欲 也就不會 升起 所以說呢 就是能夠 贈得真實的解脫 當之此一 出世離欲 而作是說 不通一切 世間離欲 內道 外道 事故有別 他這裡講呢 就是這個 這個離我愛欲呢 是怎麼樣呢 就是依 依照 出世的離欲來講 叫做離我愛欲 那麼呢 這個 離欲呢有兩種 一個是世間的離 離欲 一個是出世的離欲 那麼世間的離欲呢 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 不管是內道 或者外道也好 這個內道呢 就是指的是 在佛法裡面修行的 這個是屬於內道 那麼外道呢 就是相反 不管你是 佛教徒也好 或者是外道也好 你今天呢 你只是 因為你 厭惡這個欲界的欲 然後 修這個不禁觀 修了這個不禁觀之後呢 破除了 欲界的欲 那麼破除欲界的欲之後呢 你就得到舍結定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說是世間離欲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 對於外在這個欲呢 你破除了 降輔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可以說是世間的離欲 那麼出世離欲呢 就是 牽扯到我的問題了 因為你世間的 世間離欲的話呢 你雖然你現在沒有欲 但是你還有我 還有我子 還有我愛 即使你是佛教徒 你可能 暫時得到禪定 然後升到這個 舍結天 但是呢 你還有我子 有我子的話呢 就是 有這個我愛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就是 暫時的 禮欲而已 所以叫做世間離欲 這個世間的離欲的話 就是不究竟 因為你有一天 欲還會生起來 所以叫做世間離欲 那麼出世離欲就是 這邊講的這個聖者 就是依照這個無我的道理呢 破除我見 我見破除了 我愛就沒有了 那麼就是 出世離欲 因為 主要的我 你在欲戒也好 在舍戒也好 你的種種造作 其實呢都是 為這個我 而造作的 你說世間的人 在追求這個五欲 都是為這個我在造作的 那麼 舍戒天呢也是一樣 還是有我 他修這個禪定也是一樣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 製造有我 所以他種種的造作 種種的追求 為了讓這個生命呢 更圓滿 都是為了這個我 在造作的 那麼 就是不究竟 那麼今天你破除了這個我的話呢 就相反了 你 你 一旦這個我沒有了 這個著力點沒有了 你就不再 有種種的 這個貪稱 貪稱之 就不再為這個我 來造作了 所以說呢就是出世禮欲 為什麼是究竟的 差別就是在這裡 一個是有我 一個是沒有我 有我指跟沒有我指的差別 就是世間禮欲跟 出世間禮欲的差別 這樣子 那麼下面 看這個 索一的差別 這個索一呢 就是我們這個果報題 那麼還有種種的差別 又豬 又於豬字體中所有種子 若煩惱品所設 名為出眾 以名隨免 有前面講的 於這個 豬字體 就是在你 不管到什麼地方 你的果報題 種種的果報題裡面 那麼呢 當然有很多的種子 這些種子呢 有很多類別 那麼第一個呢 若煩惱品所設 就是這麼多的種子裡面呢 如果是屬於煩惱品的 屬於煩惱這一類的種子呢 那麼名為出眾 以名隨免 也可以叫做出眾 那麼也可以叫做隨免 那麼這個出眾呢 是 無堪忍的意思 如果是說有一個特定型的 就是要不要再說 我會說 不然是 它們是 有一個特定型的 有一個特定型的 領土 如果是有一個特定型的 與它們 我們可以想像 那些特定型的 就是 我認為是 那些特定的 有一個特定型的 有一個特定型的 這個出眾就是無堪能的意思 那麼怎麼叫無堪能呢 就是沒有能力修這個善品的功德 那麼叫做沒有堪能 就是沒有能力去修這個善品的功德 這個就是出眾的意思 那麼在這個頓倫記裡面呢 他有講三個意思 第一個呢就是損腦的意思 那麼損腦的意思呢 就指的就是 煩惱 煩惱生起來的話呢 會損腦我們 就是損腦的意思 那麼這一類呢就是染污的 這些煩惱的種子 那麼第二個呢 他講的是無堪能 也是一樣 那麼無堪能的話呢 就通這個 無記的種子了 在內 包括無記 因為煩惱呢是屬於惡的 惡品的 如果照第一個意思來講的話呢 就是損腦的話呢就指的就是煩惱種子 那麼呢如果 包括了第二個意思的話呢就是 也是指了無記品的這個種子 那麼第三個呢 性有肉 出眾的意思呢就是他體性呢就是有肉的 那麼有肉的話呢就是也包括了有肉的善法 你用這個無明的煩惱 用這個無明的煩惱 去造作的種種的有肉的善法 那麼也可以說是出眾 那麼今天呢他說若煩惱品所設 就是煩惱的名為出眾 就是煩惱一旦出現的時候呢 你本身是沒有能力 去修學善法 所以說呢煩惱為什麼叫出眾 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 以疫名隨免 這個隨免呢也是煩惱的種子呢就是隨免 這個隨呢就是隨足不捨 這個種子呢 跟隨著你 然後呢不會氣捨 你走到哪裡 種子就跟你到哪裡去 這個是隨的意思 隨足不捨 那麼免呢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呢就是迷糊 就是煩惱出現的話呢就是令你迷糊 那麼種子的話呢也是一樣 就是第一個是迷糊的意思 第二個呢 浮藏 浮在那裡藏在那裡 那麼就好像睡著了一樣 他只是暫時不動而已 睡在那邊 等到他睡醒了之後呢 他還是一樣 出來活動 所以免呢有這兩個意思 那麼這樣講呢就是 怎麼叫隨免呢就是 他會讓你生出來煩惱 那麼就叫做隨免 所以說呢在我們 這個果報體裡面呢這麼多的種子 如果是屬於煩惱品所設的 這類的就是初衷 他本身呢就是沒有堪能 那麼呢 以民隨免 就是還是一樣 他會讓你生出來煩惱 那麼這是一類煩惱品 下面呢 下面呢若 就是異手品的種子 那麼什麼是異手果 就是我們的第八事 阿賴耶斯 你熏洗了之後呢 他會相訊的 生出來這個果報 那麼這一類的種子呢 會讓你得到一個果報 就是異手品的 那麼果報主是什麼 就是阿賴耶斯 所以是異手品的話呢 指的是阿賴耶斯 那麼極於無忌品所設的呢 就包括了前六四的 言耳鼻舌生意 這個六四呢 都是屬於無忌的 他不是善也不是惡 他能夠跟善惡相應 但是呢本身不是善惡法 是屬於無忌的 就是因為他是無忌 所以他才能夠跟這個善法相應 也能夠跟惡法相應 如果他是惡的話呢 他就不跟善法相應了 所以這裡的無忌品呢 就是 包括了前六四的 這個種子 那麼這樣講呢 異手品就是第八四的種子 那麼無忌品呢 就是前六四的種子 其實呢 我們 眾生呢在德國報呢 主要呢就是得 得這個第八四 那麼第八四呢 前六四呢 又是第八四的現行 就是八四要活動 主要還是以前六四為主 那麼這一類的種子呢 唯明出眾 他本身呢也是沒有堪忍 就是無堪忍的意思 沒有堪忍的意思 但是不明隨免 因為呢 他不會生煩惱 這一類無忌品的呢 一手品跟 無忌品的種子呢 他只是得果報而已 得到這個 八四的這個果報 但是呢他本身呢 不會令你 生煩惱 因為他不是煩惱種子 他是屬於 得果報的種子 但是得果報之後呢 果報本身呢是出眾的 沒有堪忍 但是呢 他不會讓你生出來煩惱 煩惱是由煩惱品的種子生的 各有各的種子 所以這個異手品跟無忌品 這一類的 的話呢 就不叫做煩惱了 若性等煩惱品 所設的種子 不明出眾 以非煩惱 那麼 第三類的話呢 如果是性等煩惱 屬於性 性等這一類的 有十一種煩惱 這一類的 這一類煩惱的種子呢 不明出眾 以非水免 他就不能叫做出眾了 因為我們講 出眾的話呢 就是讓你沒有能力去修 修學這個善品 那麼今天本身這個善法呢 的種子呢 他一旦現行的話呢 你就會 生出來善法 他本身呢就能夠生出善法 所以呢就不能叫做出眾了 那麼以非水免 善法一旦出現的話呢 是不會讓你生煩惱的 所以呢也不能叫做水免 就是這樣子 那麼何以故 為什麼 就是 提出來這個問題 為什麼 善品的種子 不叫出眾也不叫水免 下面解釋 由此法生時 所依字體 唯有堪忍 非不堪忍 就是因為善法 這個善品這一類的種子呢 他一旦 生的時候呢 出現的時候呢 那麼 所依的字體 你的果報體呢 唯有堪忍 這個時候呢 你是屬於有堪忍的 那非不堪忍 不是不堪忍 就是非不堪忍 這個時候呢 你的果報呢 就是這樣子 性等善法這一類的種子出現的話 你的內心呢 你的所依的這個字體裡面呢 就是有 這個善法的線形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的果報體裡面是有堪忍的 有堪忍修學這個善品的 功德 不是沒有堪忍 那麼看P玄機 諸字體中所有種子等者 此說種子略有三品 一煩惱品所設 二 一手品所設 三 善法品所設 有這三類 若煩惱品所設者 有無堪忍以名出眾 就是因為沒有堪忍的緣故 所以呢叫做出眾 煩惱深時 順諸雜染 為親近故 煩惱深的時候呢 就是讓你 隨順於雜染 那麼呢 違背親近 隨腹醫生以名隨免 隨腹醫生以名隨免 那麼這一類的種子呢 他隨腹 在你的果報體裡面呢 就是隨腹在你的身體裡面 那麼呢也叫做隨免 那麼 隨免的意思呢就是 煩惱種子能生一切 煩惱殘固 就是煩惱種子呢 能夠生起來 一切的煩惱殘 煩惱出現的話呢 就像這個 這個 毒蛇一樣 就是把你 殘住了 整個身體呢把你綁住了 你就被綁住被這個煩惱給綁住了 不得解脫這樣子 所以呢也叫做隨免 就是這個意思 若異所品所設者 有無堪忍以名出眾 因為異所品呢 一旦出現的話 也是沒有堪忍 所以呢他也叫做出眾 那麼不生煩惱 不明隨免 但是呢 他不會生煩惱 他只是德國報而已 不會生煩惱 所以呢不叫做隨免 若善法品所設者 唯有堪忍 非不堪忍 不明出眾 這一類的種子出現的話 他是 隨順親近的 然後 違背雜染的 所以呢 所以呢他就不叫出眾了 能為煩惱 不順彼身 以非隨免 那麼善法呢 本身是違背煩惱的 善法是違背煩惱的 然後呢他不會 令 煩惱出現 所以說不順彼身 所以說不順彼身 他不順順於 生煩惱的 所以呢 以非隨免 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節課先講到這裏 先講到這裏